6月30日,由台湾癌症希望基金会组织的第五届百人捐发活动在台北举行 伤百位爱心人士捐出自己续留多年的长发,助力癌症患者制作假发 活动现场,九岁南海林承走的急要长发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他第一次捐发,而为了这次捐发,他已经留了三年半的头发 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癌症的小朋友很可怜,会掉很多头发 所以他们不想上学,因为会被笑,他说就想,如果我有多懂我能分给他 那这样他就不会被笑,他就可以上学,因为上学很好玩 随着组织者的口令,林承走的头发和其他军发者的头发被一起剪下 他说,自己既开心又有点舍不得 长发给他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热和吹头发 为了军发,他还会特别保护发质 每次吹头发的时间都在二十分钟以上 除此之外,留了长发的林承泽时常被当成女孩 但这都没有打消他捐发的念头 同学其实一开始都会,我能其实都蛮友善的 然后他们也都会记得,甚至还有些人会说 你很酷,我也要跟你一样 当然都会有蛮无能的女孩 但是,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称号 没有关系,不是很介意 十四岁的游泳少女徐子燕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军发活动 对于一名游泳选手来说,长发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因为有时候比赛一天可能很多场 然后起来又湿,然后下,就是起来都湿了 然后又要休息,然后又要下一场 然后下去,然后起来又湿了 所以有点很烦 徐子燕说,虽然留长发很不容易 但是想到自己的头发可以帮助很多人 就绝对不会放弃 而且捐头发会让他觉得很幸福 不可以因为一点的小理由 然后去放弃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然后就算有一点小挫折 就再把自己的情绪用好 你就还可以迎接下一个挑战 我觉得捐头发很幸福 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 癌症希望基金会执行长苏联英介绍说 本届百人捐发活动参赛者的年龄 从4岁到61岁 而自2015年起 活动受到捐发的总长度 累计近2万厘米 所制成的假发 陪伴800位癌症患者走过治疗路 感谢观看